大家好,我是华子 现在我带大家来看一看我的育苗进展情况如何 我这里是美国华盛顿特区 我是从二月份开始陆陆续续育苗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放在室外的大盒子里面的苗 这是金鱼草,这两盒还可以 但是到了这里来就不行了 这个小盒子里的苗被雨水淋得湿透透的 因为我这个盒子的盖子上打了一些洞 雨水就是从这个洞里面淋下去的 有些小苗就被淹死了 这是花毛根 这个花毛根还可以,它没有被雨水淋到 长得还不错 这个里面是小白菊 小白菊出苗的情况很好 但是也是被雨水淋得七零八落的 这盒里的金鱼草就惨不忍睹了 几乎全被淹死了 这一盒的金鱼草还可以 它没有淋到雨,长得还不错 这是纸顶花,Foxglove 被雨水冲得七倒八歪的 这一盒的纸顶花倒是没有被淋到雨 但是因为我有几天不在家没有给它浇水 也几乎被干死了 这盒里呢是香菜 也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的了 再来看看我直接种到地里的香菜 已经出芽了 这是我在最后一个霜冻日的前两个星期种下去的 所以呀,香菜我觉得还是直播的比较好 长得比较健康 这个大盒子的盖子上 我打了不少的冻在上面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你只需要把这个盖子打开 留一道缝让它通风就可以了 过会儿我会用胶带把这些洞封上 只留两个洞眼就可以了 现在再来看看放在室内的小苗 这些呢是百日菊 初苗的情况还蛮好的 但是好像有点太细长了 成了高角苗了 估计是光照不足 这一盆呢是西红柿 初苗的情况也是非常好 问题也是比较细长 大概也是光照不足吧 这个呢是大栗花 初苗情况也很好 我每天都会把它拿出去晒几个小时的太阳 看上去还是蛮健康的 这一盆呢是新橙花 我种了两盆新橙花 一盆放在室内 一盆放在室外 我想做一个试验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这是放在室外大盒子里的新橙花 长得也挺健康的 唯一和室内的新橙花不同的是呢 它的叶片橙紫色的 大概是被冻的吧 总结一下吧 放在室内的小苗呢 由于光照不足成了高角苗 明年呢做一个改进 买一些育苗架子 育苗灯和电热毯 放在室外大塑料盒子里面的苗呢 不是被雨水打了七零八落的 就是被雨水淹死了 解决的办法呢 就是把这些洞给封上 不让雨水进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